來到壽山路 新鋪設好的人行步道 伸手一抓就摸了到枝葉 甚至一旁邊坡的十八羅和神像 整排都被炒給淹沒 很久了 要叫政府把那個 清一下 20年前就已經 已經建設好了 可是我發現這20多年來 市政府的確屬於管理維護 造成這個動不動就雜草重生 那眼下你看整個雜草的長度 幾乎把這個銅像給淹沒掉 非常的可惜 我希望今年的中原季之前 一定要好好的來改善 做事情要有完整性 你只把硬體建設做好 可是周邊的景觀環境 最簡單的這些綠美化工程 你都不能做好的話 那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中生公園花這麼多錢 真的是美中不足 在往228公園走 沿途原本種滿獨鹃花 但長年疏於維護管理 影響運動民眾出入 市議員藍敏黃 去年要求都發出 把整排杜草花給移除 讓運動民眾偏跑步 也可以暢行無阻 對對有比較乾淨 怎麼說 這邊 之前好像有一些破破爛爛的 現在比較好 整個兩邊都重滿了杜草花 那長期輸於管理維護 那杜草花又容易生長 所以非常的亂 也是影響到民眾的出入 那去年我就給都發出 強烈的邀者跟牽引 我要把這兩排的杜草花 全部移除 那非常謝謝都發出的配偶 現在整個杜草花 已經都移除掉了 那我相信這個路段 大家經過這裡的時候 一定可以更感受到它的美 此外靠近228公園 瘦山路 末端的人行步道已經完成 但階梯卻沒有做 不但老舊也容易半島 沿途邊坡雜草都長到人行道上 市議員藍敏黃要求都發出 儘快清除 過去啊 這個林又昌當市長之前 像居公所都可以直接委託里長 找人來 就當地的環境緊急 第一時間就可以下去除草整理 那現在林市長上來之後 就改由統包 那統包有一個問題就是 發包的程序要等他 那廠商得標之後 他也沒有辦法誰叫誰來處理 因為他標道的時候 他也會 他標道是一整年性的工作 所以他也要分配自己的時間跟能力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求他馬上就來 所以未來 我可能會要求新的市長 把這部分的權益 再回歸給區公所 讓區長直接委由里長 直接去行使這個權益 我想效果會更好 中正公園 曾經是台灣的八景之一 但遊客逐年的遞檢 如今市政府爭取到中央經費 投入2.6億元 改善人行步道 打造景觀廣場 拓寬道路 市議員藍敏黃希望市政府 在硬體建設好之後 也要做好周邊的環境整頓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就是這邊紮草整個都佔據